一年前痛失宝宝,逃着推单曲表达对孩子的不舍。如今老婆再度怀孕,全家喜悦迎接新成员。 女人怀孕究竟是如此深奥的大事,前阵子知名古装戏演戏攻略。 令妃就在剧中透露当年,母亲因为难产而离世。 而女人每生产一次仿佛就在鬼门关游走一趟。 这段话导出了在古代生产是一件相当卖命的事情。 所幸现代医疗杜绝了许多女性生产时要面临的困境,更能在产前检查胎中小孩是否健康。 不过比起古代,现代人常因为环境迫害或自身对健康的忽视。 或是各种压力造成小产情况发生,如天王逃者的老婆也曾面临这样的问题。 去年逃者老婆Tanny怀上第一个孩子,全家沉浸在迎接新成人的喜悦当中。 然而却在胎儿三个多月大的时候,发现有养水不足的问题。 跟医生求助后仍然无法挽救,不得不忍痛拿掉小孩。 而陶者在今年一月推出的单曲《Maz Baby》,前走以娃娃的声音和心跳拉开序幕。 而这首歌更是逃者为无缘的宝宝而做,能在曲中了解到对Maz的思念及不舍。 失去第一个宝宝后,Tanny便靠主持中药调理身体,而Tanny的努力没有白费。 比较小产后身体会有许多毛病,更靠注中药调理,让身体找回健康的体质。 Tanny也终于在6月发现已怀身孕,但夫妻俩保持低调,直到5个多月中秋节前夕。 才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报喜,让大家非常惊喜。 从过去到现在女人怀孕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啊,祝福全天下妈妈们都能顺利怀孕。 生产,用开开心心的心情迎接家里每一个新成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